大家好,其實大家都有發現我一件事 我比較少說韓國的品牌 其實我不是不喜歡,但我覺得有很多都太太太香 而且那些材料我看不明白我不是那麼開心 也不是那麼放心,所以我就少買 但這期我看到台灣Vlogger說這個品牌說得很重要 當然是傳給他們用,所以他們說 所以我有點好奇是否真的那麼好用 有一個attraction point 就是這個品牌是用mineral water去製造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蠻溫和和天然,但不知道有沒有用 所以我就去SASA買了一堆來玩 未試完它的品牌,未買完 但我想先買一些比較基本的產品 試完之後,看看我的感覺是否良好才決定買不買 所以我就去買了一堆產品 但這個影片我就想有一點特別 除了跟大家說我買了什麼之外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用了一晚的感覺 當然我會再用兩三個星期再做一個review 所以我就想給大家一些initial feeling 之後我再詳細再長談,兩三個星期之後 免得大家等這麼久 今天要說這個品牌就是這個 不知道Crimolac還是Crimolac 我未研究到,但不要緊,大家知道我講什麼就可以了 其實它的配件都是很清潔,黑白色,很清潔 我覺得都很配合它的概念,就是用mineral water去做它 不如現在我們看看我買了什麼 第一樣買了的東西就是它們這一款 叫做refreshing cleansing gel oil 透明泵妝 最近我就想買一些cleansing oil來用,看看哪一款比較好 我看到它這款比較特別,寫著gel oil 我覺得也可以試試 其實它的質感很像是 Biole不是有cleansing lotion 那個質感都好像gel,但有點油 但我昨晚用完了,第一晚的感覺不太好 因為這些油的產品應該可以取消所有眼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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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部化妝 我覺得它可以取消面部化妝 但我的眼妝和眼妝是沒有移動過的 對呀,我不停用,不停用都沒有移動過 然後我放棄了幾十秒之後 放棄了就去洗了它 然後我就拿MAC的cleansing oil來擦,一擦就掉了 所以這個暫時覺得有點累 不過我會再研究一下,看看它是不是真的不行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款我買了這個 Gentle Forming Cleanser 用來洗臉,就是泵泵的 其實一泵出來就已經是泡 不用自己慢慢加水起泡 我覺得方便程度是一流的 但是我昨晚用完一次之後 我覺得有點乾 所以如果你是乾皮膚的話 我未必推薦給你 但如果你是油膚的話 可能會OK 不過還是等我用多兩個禮拜再分享 洗臉時很舒服的 而且都很乾淨的 但是呢 過完水那一刻有一點蠻緊的 但是又是這樣說 我用完多兩個禮拜我會再分享 然後第三樣產品就是他們的Essence Tonic 我覺得這個名字是他們這個品牌的神仙水 就是一個精華的Toner 我自己昨晚用了 我覺得它是比較豐富的 它不是說一拿完那個Cotton Pack 抹完之後就塗進去 感覺很保濕的 它是抹完之後 怎麼說呢 抹完之後 你覺得臉的表面有點黏 然後我就拍了一會兒 然後再氣了一會兒 然後我就覺得它開始吸了進去 所以我覺得它的質感是有一點厚的 比其他那些Toner 不是它的水狀比較厚 是它吸進去的程度 我覺得是比較豐富一些 就不是好像很爽身的Toner 你一抹一小陣子已經吸進去 它的時間是比較久的 我自己昨晚用完就在想 OK 但我覺得如果你是脂肌的話 你可能不一定喜歡 如果你是乾肌就沒什麼所謂 有它慢慢吸到保濕 但如果你是脂肌的話 可能會覺得它厚一點 然後就買了這個 也是第四個產品 就是他們的Aqua Essence Water Fluid 其實我是在那個位置試這支 我就穿上手覺得好像很厲害 好像很nice 然後我就有興趣買了 當然不只買一支產品 它擠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推開它就好像變了水點 即是你張開的時候覺得它變了水狀 然後按進去 我試上手皮膚很滑 而且很吸收 我初步昨晚用完在臉的感覺 我覺得你當它是一個精華素 因為它的樣子都是一個精華素 OK 很快吸收 很舒服 因為你擦開它就變了好像水點 你擦一下擦一下的時候 它很快吸進去皮膚裡面 吸進去是蠻滑的 我覺得初步來說都算是蠻保濕 至於是OK的 我會再用 再研究一下它的保濕程度是怎樣 因為我覺得它吸完之後皮膚很滑 很不錯 另外我個人看到那些Water Gel Aqua Gel 我都是非常喜歡 馬上飛不買的 因為我個人特別喜歡保濕 我昨天看到這個 然後我想沒理由不買 就是它們的Fresh Water Gel 好像很厲害 亦好像很保濕 所以我好奇買了來玩 其實我現在好像用Gel 因為我覺得不夠 但我覺得不要緊 我都可以評價給大家聽 它就是這樣的 真的是Gel 然後它有一點點香味 染了出來的感覺就是這樣 質感就是這樣 亦都很推得開 很快吸收 吸完不黏 例如你是Dry Skin 我就覺得你不夠 你都可以用 但可以像我一樣 塗完這個面子再塗霜 但如果你是油膩 你覺得我不喜歡很黏 我喜歡很清爽的感覺 可以選擇這些類型的產品 我昨天晚上整套都用了它們 我塗上剛剛的Aqua Essence Water Fluid 然後才塗這個Gel 我覺得都很快吸收 而且吸收後 皮膚也有彈性 但對我來說 我是Dry Skin 尤其是開冷氣 我是一定不夠的 我知道我不夠 所以我加了一個Cleaner 但這個感覺很快吸收 很快吸收 很滑 而且都很保濕 但等我再用兩個禮拜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不是真的很保濕 其實有幾個Cream可以選擇 不過我被這個名字吸引了 叫做Snowfall melting cream 好像很棒 我就買了這個 這個就是藍色的 我猜到保濕比較重 因為它寫著Hydro Plus 它有美白那條線 但我還未買來試 我想要先試保濕 如果好用的話 我再買美白那條 用來試 它的樣子比較恐怖 好像很潔潔 我昨天一看到就好像雪花糕 但不錯 我拿出來的感覺 它真的好像雪花糕 溶開的感覺 然後我就加上 加在面上 我想糟了 不知道會不會很黏 它的質感好像很濃 但我做完了 OK的 不會很黏 而且表面有點黏 因為我塗了很多東西 表面有點黏 但不會很黏 很辛苦 要去洗臉 那種就沒有 它是會吸進去 然後你覺得表面有點黏 但我現在就養慣了 我會去睡覺 我不管 我以前就不行 我要去洗臉 因為我覺得 我不可以忍受 有一點黏的感覺 但我現在就轉了一個模式 就是 因為開冷氣 所以你睡了 你就不會覺得它黏 而且吸一整晚 沒有冷氣 起碼都8個小時 10個小時 所以我又覺得 應該要有一點黏 才夠的 我是適合的 因為第二天起床 我沒有出油 又沒有覺得很乾 反而覺得是剛剛好 所以我都蠻喜歡這個霜 但我要再用一下 看看它有沒有其他功能 還有它是保濕 是不是真的那麼強 最後就買它這個 Soothing Refreshing Highly Effective Hydrating Mineral Water 很長的 其實它叫Mineral Water 上面那些是解雪 這個我本來打算買一枝小一點的尺寸 但女生跟我說這枝不知什麼減價 99元 小的尺寸已經60元了 我沒理由不買一枝這麼大的尺寸 是99元 因為只加了39元 我覺得很頂 所以我就買了這枝 我昨晚用過一次 我覺得非常之好 因為它的Spray噴出來 是很細的 很細、很細、很細、很密 但又不會令你臉膩 我覺得蠻舒服的 但我沒有真正看到它的效果是怎樣 是否真的保濕 或者是否可以用來定妝 等等 我會再試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 但至今我很驚訝它的Spray 因為噴出來真的不是一粒粒水珠 是真的霧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Spray是做得很好 很快又說完我買了什麼 以及第一晚用完的感覺 這個影片跟之前的有一點點不同 我覺得應該蠻有趣 不知道你們怎樣看 隨時可以留言給我 下次再說 拜拜